字幕志愿者 张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主持人讲到 几号几号几号 从台湾的时候 就说肾上腺处都大爆发这样 这个时候小巨蛋可以做这么多人 然后这么多人的加油声 就让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感动 但是在这场高张力的比赛 可以把我们平常所学的 全部发挥到淋漓尽致 然后把我们身体的张力都做到最极限 就是那个感觉是很振奋人心 然后会让我很想要就算很累 就算很跳了一整天已经快不行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我最好的表现 给所有的观众这样 亚勋在从2008年开始在台湾取办以来 今年即将迈入第十二届 我们今年的奖金即将上看十万美元 那我们一直很期待 透过这样举办的赛事 邀请更多等级越来越高的选手 以及裁判来到台湾来举办 感谢我们协会 这十二年来一直努力的 让这个比赛成为国际级的指标的比赛 这对于台北晋升成为一个 国际级的运动城市帮助我们 国标舞外交 欣赏这个国标舞的舞技 也欣赏全场的观众的热忱 在那鼓掌 在那这腰喉 结果就是给我们这个选手一个鼓励 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公开赛 不是大家想象的 砸了一大笔钱 都在选手身上 并没有 我们的费用 最大的金额 都是花在评审跟奖金上面 因为我们有十万美金的总奖金 相当于台并三百多万的总奖金 这几年来 全世界这些舞蹈职业精英们 已经被年度的一个国际赛事的行事例上面 把亚勋赛放进去了 所以也奠定了 除了英国的三大国际赛之外 我们的亚勋赛 现在也是国际的第四大公开赛 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 我们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机票钱 去国外去比赛 在台湾就可以得到这么高规格的比赛 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是我们的主场 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一场 可以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比赛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举办一个世界级的比赛 除了需要有一个好的场地以外 更需要您这一群优质的观众的参与 有您的参与才能够让世界 看见我们台湾的软实力 看见台湾观众的热情 台湾的观众其实很幸福 那些外国人 那些欧洲最好 英国最好的选手 每年228就会在这里 这样的高规格的比赛 能够吸引世界前24强来台湾 这样的世界性比赛 只有在黑池才看得到 那现在我们很幸福 在台北小巨蛋 就可以看得到 这么厉害的选手 在场上热情卖力的演出 有时候真的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所以我每年的2月28 都会来支持国标舞亚旋赛 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看到这么好的比赛 这次我们选择上折折木支平台 主要是有两个愿望 希望可以被实践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 可以突破同温城 让更多人看到 这么好看的国标舞比赛 希望228假期 您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走进台北小巨蛋 让外国友人看见台湾的热情 第二个愿望 预计在计划达标之后 我们会与学校共同合作开班 让国标舞种子生根计划 与国标舞亚旋赛慢慢的成长 而国标舞亚旋赛将会成为这些孩子们 未来与国际接轨的最佳舞台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2024年アジアンツアーが始まりました 東京から始まって 台北の 台北アリーナ 台北を始めます 台北の皆様 どうぞ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だき 以上です 台北アリー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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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アリーナ